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61集等级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停止了厮杀 呆呆地看着面无表情向他们逼近的亡灵 紧接着,跑出雷浮的那个中年人 胸口绿光一闪,惨哼一声 身体立刻泛着蓝光,变成冰晶,倒地身亡 众人为之一惊了,此时的亡灵已经临近 在他前方站着四人,这四人正要说话 但只见蓝芒闪现,四人全部变成冰晶 布了中年人的后尘 至此,众人纷纷向两旁撤开 正道,以白衣青年抱权高声道 道友是哪个门派,在下元天派弟子周全 王林置若罔闻,继续向前行走 慢慢地,在他的前方没有一个人阻挡 王林缓缓地走过,一直到走出一百多帐后 魔道中有个年轻的弟子盯着王林的背影 心底冷笑 哼,杀我师兄,我记住你了 王林猛然间停下脚步 他感受到身后传来浓郁的杀气 转过身,双眼冰冷地盯着魔道的那个弟子 那弟子在王林的目光之下,立刻如同深入冰窟一般 全身从里到外,一片寒冷 他连忙低头,不敢看王林的眼睛 凡是看到这双眼睛的修士,全部倒吸了冷气 在这双眼睛内充满了死迹之色 其内蕴含着难以想象的杀鸡 一阵阵寒意在众人心底翻轨 盯着那修士少许后 王林转过身,继续向前走去 魔道的那位修士胸口,绿光一闪 喷出一口鲜血,倒在了地上 身体立刻化成了冰雕 甚至喷出的鲜血也在半空中垫成了冰块 掉在了地上 所有人大气不喘一下 一直待王林的身影消失后 双方也失去了私兜的想法 各自撤退开 就这样 一路上王林所欲之人 凡是冒犯者 全部在他一挥手间变成了冰精 即便是筑基后期的修士 也无法抵挡 在死亡了数人之后 纷纷躲避,不敢招人 三天的时间 死在王林手中的修士 不计其数 修征国等级的提高 除了某些特殊的事件之外 五级修征国以下 只有一种方式 修士独自修炼至 结丹 元英 化神 英变 随着境界的攀升 所在修征国的等级 也会一级一级的提高 一级修征国 若有本土修士达到结丹期 则本国自动攀升到二级修征国 若有元英期 则晋级至三级修征国 以此类推 有化神期修士 则升到四级修征国 有英变期修士 变成五级修征国 这样的升级除了需要时间之外 还需要莫大的机缘 尤其是越往上 越是艰难 往往千年也不会出现一次 至于三级升四级 四级升五级 则更是万年也未必能成功 但是 虽然困难 不过这是唯一的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终究还是会有一些人 或机缘巧合或天资聪颖 或另有机缘 或有人帮助 总之 慢慢的始终还是会出现 符合要求的修士 帮助所在修征国攀升等级 这些人毫无例外 会成为所在修征国的领袖 修征国到了四级之后 拥有了参加域外战场的资格 但若论实力 四级修征国根本就无法 与五级修征国媲美 境界的差距 不是数量可以弥补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四级修征国的绝顶高手 化身后期的强者 放在五级修征国 则立刻沦为二流 在应变期高手面前 他们就如同 弱不禁风的孩童一般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如果没有意外 那么一个应变期高手 就可以给四级修征国 灭国了 这样的事情 在修征界的历史中 不止一次的发生过 所以 四级修征国的 域外之战 其实说白了 只不过是各自靠山的 五级修征国之间的 对抗棋子罢了 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域外之战 还是要在五级修征国之间展开 一个修征国 一旦达到了五级 那么首先要面临的 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资源与材料 庞大的国力 属之不尽的修征者 如果不能在一定时间内 解决这一问题 那么等待他们的 将是国破人散 即便是靠抢劫低等级修征国 也无法补充材料 与灵器的消耗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只有一个 那就是贪生到六级 五级升六级 已经不是单纯的 个人修为提高 那么简单 高等级修征联盟规定的方法 同样只有一个 这就涉及到了域外战场 域外战场 是一片充满裂缝的空间 这里无边无际 充满了各种 轻易灭掉 化神器高手的钢锋 以及空间裂缝 一旦被钢锋吹到 除非修为达到应变期 否则呀 立刻会被熔炼成灰 除了钢锋之外 最诡异莫测的 还要数那不知何时 会突然出现的空间裂缝 一旦有修士被卷入其中 即便是应变其老怪 那也难逃一劫 只有六级修征国的强者 方可在域外战场内来去自如 每隔几百年 就会有一场域外大战 交战双方 均都是四级以上的修征国 这种大战 是整个修征联盟 允许并推动而成的 凡是连续获胜 超过千次日 修征国等级 则被提升到六级 获得大量的材料 以及工坊 除此之外 获胜方更是可以选送一个代表 接受修征联盟的传攻 直接提升至超越应变期的修为 当然了 最关键的奖励 也正是让参战的五级修征国 为之疯狂的 则是会被修征联盟赐予一个星球 作为获胜方修征国的基地 修征之日 对于天地灵气 以及各种天才地宝 极为重视 甚至可以说呀 修仙的基础就是灵气与材料 拥有一个星球 这是六级修征国的标志 但修征联盟对六级修征国的考核极为延估 第一步是需要域外战场连续胜利签字 获赠星球 第二步则是在规定时间内 所属六级修征星内 必须有数个完整的一级至五级修征国 以便形成一个循环 域外战场的战争啊 是五级修征国升级唯一的方式 同样的事情 几乎在每一个修征星上都会上升 一般来说 修征星上的六级修征国 是不会干涉五级修征国之间的战斗 但凡事都有例外 若是六级修征国打压 那基本上所在修征星 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六级修征国 只不过这种情况极为少见罢了 根据大部分的五级修征国推测 六级升七级 恐怕要与所在修征星 曾出过几个六级修征国有关联 域外战场的战斗频繁 会遗留很多的尸体与废弃材料 这就需要有人定时清理 六级修征国对于域外战场的清理工作 有着严格的要求 只能是三级以下修征国来处理 这里面有一些材料 对于低等级修征国来说 不亚于天才地宝 而根据四级修征国背后 各自的五级派系 战场被划分为数个区域 以此类推 纷争是不论修征国的等级存在的 即便是三级修征国赵国 也是如此 为了获得进入域外战场清理的工作 于是才有了绝冥谷的存在 这绝冥谷外啊 有一个巨大的阵法封印 是几千年前四级修征国的一个化神器高手 奉命前来摆下的 凡是达到结丹期以上 化神器以下的修征者 均都无法进入 这也是滕化园为何从先锋盗鼓般的修士 天算之法中得知 亡林在鼓内 却无法进入杀他的原因 绝冥谷不仅仅是域外战场清理工作的争夺地 同时也是域外战场设在赵国的唯一的入口 六级修征国对于域外战场清理工作的要求 除了限制只能是三级以下修征国外 还有一点 就是进入者修为不能超过接单期 一般来说 资格确定之后 留在鼓内的铸鸡漆修士 就会被传送到域外战场 根本不用出谷 一直到五十年期限满后 才会被统一传送回来 滕化园正是因为知道这些 所以才屠杀亡林的全族 收起魂魄 逼着亡林走出绝冥谷 否则的话 若是想杀亡林 只有等五十年后了 此时此刻 整个绝冥谷几乎都知道了 有一个杀人恶魔 修为高不可测 有人分析 他已经达到了接单期 但却不知通过什么方法 进入了谷内 王林在绝冥谷内 一直向北部走去 灵力在体内翻滚 更加距离 他心中的杀鸡 随着这段日子的杀人 不但没有减退 反而更加的浓郁 他脑中一片空白 根本不知道这段日子 到底杀了多少人 更不知道 谷内幸存之人 已经对他到了 闻风丧胆 触目色变的地步 数日后 一只神情迷茫的亡林 来到了绝冥谷 最北部的边缘 此地是一片陡峭山崖地 从这里爬上去 就会出了绝冥谷 当然了 在封印阵法的作用下 凡是试图离开者 再触碰到阵法的瞬间 都会被再次传送回谷内 这段日子 亡林只要一想到父母 那心口就会绞痛 痛到他恨不得拖开自己的胸膛 痛到他每次都是喷出漱口心血 随着时间的度过 数次之后 他的身子越来越虚弱 但他体内的灵气 却越发地向着寂静迈步 站在崖底 亡林抬头望着天空 忽然跪在地上 重重地磕了几个头 眼角流下两行血泪 他在心里默念 爹 娘 铁柱不孝 唉 一声叹息 在亡林的脑中回荡 什么时候醒的 亡林跪了许久 站起身子 双眼阴寒 沉声说道 五天前 亡林啊 藤华园的留言 我听到了 魂旗是一种 元英旗方能制作的法宝 可以封印魂魄 只要魂魄不散 等我恢复了修为后 自有办法复活他们 司徒难安慰道 王林沉默少许 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藤华园之所以杀你亲人 是因为怕你跑了 这是在逼你现身 王林啊 我剩下的元英精华 我剩下的元英精华不多了 只能支持你三次顺移 你要谨慎使用 我要继续沉睡了 不过 我建议你去域外战场 在那里 我会缩短恢复的时间的 司徒难的声音 越来越弱 最终消失了 三次 王林的脑子 前所未有的情影 他皱着眉头 喃喃自语道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 喜马拉雅